一位世锦赛第八名 却得到了网友最大赞誉声 他不是什么金牌热门 也没有多拍能力 甚至可以说进入决赛已是胜利 就是这样一位运动员 受到了超越冠军的赞誉 因为在他身上 我看到了坚持的力量 他浑身闪耀着女性力量的光 谁说他不可以 谁说他只是昙花一现 你真的不知道他有多励志 他叫耶诗文 96年出生他 虽然只有27岁 但在这个泳池里 耶诗文已是上个时代的人物 看看这场决赛对手 六个零零后 年龄最小的余依婷 更是还没满18岁 和这些小妹妹竞争 他已不再是绝不能输 更不用守住金牌 能站上决赛舞台 就已经是胜利 耶诗文的生涯 拥有两枚奥运会金牌 一枚世锦赛金牌 和五枚世界杯金牌 这已足够亮眼 11年前 16岁的耶诗文 在伦敦奥运会上 以破世界纪录的方式 先后躲得女子400米 和200米混合金牌 一战沉迷 特别是那史诗般的自由泳冲刺 让外国人不断质疑 又不断被打脸 但是 这位天才上女命运并不顺利 他经历了近期体育里 最甜蜜和最残酷的一切 他是最快拿到各项赛事冠决的 大满官运动员 也是堆入谷底时间最长的运动员 因为身体发育 耶诗文的成绩一落千丈 成为了人们口中失忆的天才 以前网友夸得有多猛 当时就骂得有多狠 当原来的赞誉生都变成了谩骂和质疑 他开始失眠 掉头发 甚至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泣发泄 为了走出低谷 2017年 耶诗文暂立游泳队 回到清华大学读书 正所谓用魔法打败了魔法 学习的忙碌 把他从此前对待胜负的焦虑中解救了出来 他也逐渐发现 自己仍然热爱游泳 于是2018年底 耶诗文申请休学两年 重新回到国家队 2019年 他在光州市井赛上犯发新生 获得了女子200米和400米混合用的银牌 正当所有人为他打破心目开心时 没想到等来的 是又一次的失败 由于冬将奥运会延期 他以0.01秒之差 无缘冬将奥运会 为了家乡举办的押运会 他决定再拼一次 从三位的全国春季锦标赛 到五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 他一步一个脚印 最终获得了市井赛的参赛资格 虽然可能再也站不上领奖台了 但谁又会在意呢 11年前 他是速度超越 11年后 他是艺者超越 哪怕再也拿不到冠军 也值得被尊重 因为他的故事太理智了 一夜成名 受到万千宠爱 然后一夜坠入低谷 沦为所有人眼中的笑话 他开启了漫长的攀登之路 这其中还几度跌毁原点 但他永远没有放弃 哪怕他知道回不到顶峰了 但他依然在努力地战胜自己 他也许再也无法在顶峰一览中山小 但路途的景色同样美好 这帮助他在黑暗的永道中 完成了心智养成 成长出了独立的自我 经得起巅峰 扛得过帝国 成为了一个完整而健强的人